好,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学佛 有些事情 有时候自己本身 没有办法控制 事情没办法控制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 因为有时候 你自己控制不好 你会让这个事情 越变越糟 所以有智慧的人 学会控制自己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会 这个善待自己 控制自己的怒气 和控制自己的 这个 我们说 自己的那个惊喜 欢喜 这些东西都要控制 过于 过分了 就会 有问题 所以我们 不管做什么事情 面对一些别人的 对你的一些 啊 诋毁啊 诽谤啊 啊 这个 造成伤害 伤害呢 啊 至少 是两个人吧 对不对 又是你 啊 还有 你自己控制不好 而你就会慢慢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 这个 这个伤心 那么 你的朋友也会为你伤心 所以有智慧的人 要把 别人对你的一些 啊 不好的一种 语言 把它作为一种 增上缘 嘛 能够让自己改变 就是要感恩 别人对你的一些 忠告 有些 这个 污蔑的话 那你只能一笑而过 这就是快乐的人 因为快乐的人 不会把自己的 幸福建立在 别人的思维上 啊 我们 要做快乐的人 先要 做好自己 本身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别人才会看得起你 啊 所以 过去总是讲 啊 有一千个人 在你身边走过 啊 你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你可以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但是你自己在走路 你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脚步声 因为你的脚步 是用你的心 踩在的地上 所以美好的生命 是用自己的 阳光心 所造成的 是用感激心 造成的 所以我们做人 要懂得 生命 靠自己掌握 懂得生命很短暂 啊 你今天放弃了 你认为明天 一定会得到 师父告诉你 不是肯定的 所以今天就要把握好人生 就要学好佛 不放弃任何机会 啊 要懂得 要懂得 心量要大 学佛人 为什么爱的力量最大 因为爱 可以使人忘记一切 有时候的爱 又小到连一颗 基督的杀石 都不能容纳 所以这个爱 要好好地控制好 如果自私的爱 会让你非常痛苦 而无私的爱 那会让你 心里 非常的坦然 但是有些人 不懂得爱众生 就懂得爱自己 时间长了 只有自己爱自己 没有别人爱你 你就会活在 忧郁和恐惧当中 有些人就活在了 自闭和忧郁当中 因为爱自己 你会后悔 啊 爱了自己 你会耗费很多的精神 你慢慢地 从后悔当中 你会耗费 更多的精神和情绪 啊 后悔比损失 更大的损失 比错误 会犯更大的错误 所以一个人后悔 有时候会继续做错事情 啊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学会慈悲 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为别人想 心中要有阳光 躲开心中的阴云 寻找心中的阳光 所以 我们都知道 坚强 有时候 能够胜过 啊 这个 温柔 但是温柔 慈悲的温柔 有时候会胜过坚强 啊 有一位老禅师说过 牙齿碎硬 舌头油唇 所以 再坚硬的牙齿 都会掉光 但是舌头永远在你的嘴唇里 所以我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 慢慢的 掌握住 自己的心 慢慢的改变自己的 生活 让它变得更好 师父告诉大家 生活需要勇气的 有时候改变自己的目标 需要勇气 和坚强的毅力 精进的思维 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 啊 在人生当中 在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 当中 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幸福 实际上 简单的人生 就是一种精神的超然 已经是 生命的升华 和境界的提升 大家想一想 在烦恼当中 有时候想一想 我真的能够天天这样 安安静静 多好 啊 所以 挫折 对你来讲 你要好好地对待 认识到挫折之后 把挫折当成 一种散步 走完了就结束 有时候 有时候 把失败 当成 是一种 糊涂 啊 痛苦 把它当成 是一种病毒 因为病毒 可以治疗 活着 要懂得 这是一种幸福 因为你还没有进坟墓 所以 在无限的 永恒的 那些岁月当中 我们每个人 要懂得珍惜生命 要用有限的生命 去换来 无限的 这个精彩 啊 所以 摸练自己的意志 让自己 站得更加坚强 站得更加挺拔 走路走得更稳 学佛学得更精进 坚定信念 是你学佛成功的 选择 去看看一个 能够学佛成功的人 他 不会 对人间的 极多仇 放在自己的胸怀当中 对人间的爱恨情仇 他不会烦恼 再苦再累 他会果断的 放下 向未来招手 所以对他来讲 生命是永远不息的 所以有压力 也要把他扛起来 如再坎坷 也不要慌 因为 他一定能走出 危险区 有时候有困难 要用智慧 所以 和佛友们在一起 和菩萨的智慧在一起 你永远能够越过 人生的艰难挫折 你会让自己的路走得更加的宽敞 所以 抬头看看 乌云 虽然能遮住太阳 在乌云当中 在乌云的 西凤中 缝隙当中 你可以看出 钻出来的 斑驳的阳光 让你知道 太阳还在 你会有信心 继续往前走 人只要坚定 再远的远方 也就在你的前方 所以要团结 要有希望 要懂得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不会 风雨无阻 不会没有烦恼 能够战胜烦恼 你就会 让你的生命 再发出美丽的佛光 让这个美丽的佛光 普照你的一生 让你幸福的生活 应遇着更美好的时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